朋友们好,我现在在法门寺 刚吃了个法门寺灾饭 现在我们出发去第一站 何时舍利塔 就在前面隐隐约约的 大家看到没有 距离差不多一公里左右 我走路过去 不想走的话 右边这里有观光车 这条大道也太远了 这条路叫做佛光大道 一路上有很多雕像 哇,十八楼汉 左边是古楼 右边是中楼 好高大 栩栩如生 钟楼 法门常开 愿世间 几尘净土 好大一口钟 庙地 西在 看秦陵 便是菩提 这是古楼 好大一个古 寺的规格 修得好大呀 好夸张啊 也太大了 再往前走 就到了舍利塔了 上面的图标是 佛家双手作一的 样子 大妙相菩萨 这个雕像叫做出游赶苦 太子出游受出家人启发 决意修行 以求解脱老病死之苦 太子坐在中间 左边是老苦病苦和死苦 右边是出家僧人 又进了一步了 又有两尊佛像 文殊菩萨 看看这个舍利塔 看上去挺远的 其实一点也不近 这个叫汉传佛教 净土宗 提倡放生 这些和尚在这里放生鱼呢 这是六年苦行 这位是西达多太子 南渡横河 来到邪山苦行林 体验六年的禁遇苦行 果然出家人都比较佛系 营业执照贴上面 收款码贴下面 最下面是投币箱 无人售货 左边是冷藏 右边是常温 想喝自己拿 多少钱一瓶你自己订 最主要的是不给钱拿走也可以 这是菩提悟道 西达多太子 坐在碧波罗树下 四十九天 豁然大悟 这是汉传佛教 中国八宗 佛教于东汉时 传入中国 隋唐时期分为八宗 天台宗 也叫法华宗 律宗 也叫真言宗 传宗 华岩宗 也叫贤守宗 法相宗 也叫围时宗 净土宗 也叫年宗 律宗 也叫南山律宗 哇 三轮中 陀金图 马尔陀的经书 梦惊人 继续向北 又来到两尊佛像 观世音菩萨像 左边是地藏菩萨 这是初转法轮 佛祖在向他的五个侍从 说四圣地法 白露与五个弟子坐在周围 认真聆听 这个是南传佛教 流行于东南亚各国 是佛教中古老的一致 这是阿玉王红法 阿玉王是印度孔雀王朝 第三代国王 阿玉王派传教团 去全世界传教 使得佛教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 舍利也是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这个是普度众生 这是佛教法器如意 祈愿普度众生 满足众愿 托尼苦海 登上彼岸 继续往前走 又来到了两尊菩萨 日光菩萨 从这边就到了法门寺 这是王舍城结集 结集就是僧人们 集体为统一的佛的教授 而共同汇送 这是大弟子摩科加社 和伍百罗汉 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 举行佛法的第一次结集 这是双宁灭渡 释迦牟尼八十岁的时候 在双宁中设席铺床 安详园祭 众弟子在旁边 有的哀嚎 有的痛哭 有的垂胸顿足 终于到了 最后两尊菩萨 观自在菩萨 大势至菩萨 其实还有很远的 连腿脚不变的人 都要亲自上至墨拜 或许这就是佛祖的力量 这个和石舍利塔 原来是没有的 1981年的时候 真身宝塔塌了 1987年的时候 维修真身宝塔 意外发现塔下有唐代帝宫 这个帝宫 从未被打开过 帝宫里面藏有 释迦牟尼的佛旨舍利 还有若干唐代皇室 八位皇帝 供养佛旨舍利 所敬献的上千件 西式珍宝 这座和石舍利塔 就是用来供奉 出土的佛旨舍利的 法门寺里面 还新建了一座 法门寺博物馆 是用来展出 地宫出土的 唐代皇室 所进贡的西式珍宝的 哎哟 好震撼啊 咱们可知 比佛祖上都像 这座 这座和石舍利塔 建于2004年 由台湾著名的设计大师 李祖元设计 塔高148米 呈双手和石状 绕着佛像转圈 一定要顺时针 今天只能在地面上膜拜了 参观不了舍利子啊 只有周六周日 还有法定节假日 可以免费下去参观 不知道这个规矩 谁定的 88佛 整个一圈 88个 还特地铺上了红地毯 很有仪式感啊 中间有个超大的佛像 有两个人在那专人把守 不可以对着拍照 只能在侧面偷偷拍一下 这是佛祖的右边 也没有排着 有点像唐三藏 现在来到了佛祖的后备 墙上全是佛祖 下面全是年华灯 上面全是佛祖 左边是牵手观音符 我三边是一口无人权的 是不称卖发 vol 下集中的迷子 有三面的 不称卖发生 下面有什么 蔴混淡 法门寺的核实设立塔 现在我们去法门寺